哈喽哈喽 我们今天又进城市了喽 你们看一下这种巴士哦 在那么先进的一个城市 进了还有这种老牙巴士 这是一个曼谷的特有的一个路上的景色 你看几旧哦 这种巴士 这一路上呢 就经过大皇宫 还有这个曼谷的国立博物馆 这个国立的博物馆很值得看 差不多可以花一大半个下午啊 这间华人的咖啡店哦 咖啡不错一下 但是很贵啊 差不多要十块多 小小杯吧 这里是大皇宫附近的这个旧街 这个旧街哦 有很多很传统的东西吃的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时间 我们也是随便乱逛罢了 其实你们可以多一点的搜索 鱼皮啊 通常来到这里呢 大家都会去找那个米其林 一颗新的街坏老阿婆的店啊 哈哈 sorry啊 她今天休息啊 没有开门啊 平时很多游客排队的啊 排几个小时的 然后那个东西也是很贵的哦 在街坏的隔壁呢 就是很出名的这个 Tipsamai的原店 其实之前呢 我们有在那个Siam Patagon里面 也有吃过他的这个Batai 这家店最神气的地方呢 就是他拿到这个2018年的比比灯 据说他们的Batai呢 也是泰王最喜欢的一道料理 OK 他这个柳橙汁也是他们的主打 但是我们没有order啦 因为他看起来颜色好像很假 OK 他这个泰国草和粉呢 跟外面的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呢 他们这一家呢 有自己的密制的一个虾油 他的那个虾的味道是很浓郁的 然后再跟这个和粉呢 拌炒 我个人认为呢 他的食物是有点商业化的 比如说你要什么都不加 然后又这个价钱 然后呢 再用一个蛋皮包上来的 又是一个价钱 有加这个特别的虾油的 或者是加两只中等的小虾 又或者是加两只大的老虎虾 又或者是再豪华一点 又加虾又加蟹肉 哇哦 你看那个价钱是这样子 一层一层的加上去 那为什么我会讲他很商业化 是因为我读到一个报导啦 是讲 那个没有冷气的区 还有有冷气的是 有另外收费的哦 那如果你要吹冷气的话呢 每一个大人啊 收十泰族啊 然后小朋友一个五泰族啊 那五十年前呢 就是有这个老板 Buy Samut的外祖母 就是从水上市场 一路炒炒炒炒到去路边摊 再从路边摊一路炒炒炒炒 炒到拥有这一家店哦 OK 他们这个泰国河粉的味道是偏甜的 然后因为有用了那个蜜汁的那个虾油是 所以它的颜色看起来是金黄色 带一点红色的 这个吃起来呢 那河粉呢 是蛮淡口味下的 它没有什么黄色的啊 它是带一点湿润的 Tip Samai这一家店 是传承了泰国老一辈的 那个最传统的 最正宗的 这个泰式炒河粉的味道 这是他们接受BBC访问奖的啊 OK 这最后的部分呢 我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旧城区一些很漂亮的房子 有没有想过这个可爱的建筑物 它竟然是地铁站来的 然后你们看哦 这一整栋 有一点阴森哦 我们是觉得它有一点艺术啊 嗯 好啦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边啦 拜拜 下次见 within 您看看 一个视频 甚至可以 Thrones 再评订 它们 就说 收到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